今天來探討一下 王清峰部長為什麼下台 他到昨天的凌晨的時候都還講 如果為了不執行死刑 這個法部長下台的話 是變成國際的笑柄 那後來追查的現象裡面 發現一個很重要 有一通神秘的電話 今天包括在場的蔡正妍蔡偉 等一下幫我們解密 到底這關鍵的14個小時裡面 發生了怎麼樣的事情 包括那通電話打完之後 說連行政院長吳敦麗 都嚇了一大跳 臉色有點蒼白 馬上跟總統去做討論 後來決定了我們法務部長BG下台 那電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另外我們今天想請大家 一起來討論一下 王清峰以前被認為 是一個正義的化身 你不管是在救援除濟 或者幫慰安婦 都是大家束大拇指的 為什麼現在變成 為了一個死刑的事情呢 國人接約可殺 民調那麼多人 對他有意見 弄到後來要下台 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共同來探討 那現在現場五位貴賓 第一位是跟王清峰非常熟識的 前立法員雷歉雷委員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胡宗信 胡大哥 謝謝 大家好 還有等一下幫我們解密的 這個蔡正延 蔡委員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藍軒 還有資深媒體人文家 來 我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關鍵的14個小時 真的是變幻目前 在上午 昨天上午9點的時候 王清峰就出來講 為了不執行死刑 如果說真的有一個法務部長 這樣丟關的話 會變成國際的笑柄 到7點40分 他叫他的次長出來 宣示的時候是什麼 他是不會走的 堅守崗位 而且不執行死刑 要提示線 問題就來了 後來出現了一通電話 蔡委員 昨天你在 剛好 馬英九請你們示範對不對 是的 那時候接到一通電話 整個急轉直下 當時的場景呢 是我跟吳敦麗院長 跟行政院秘書長林忠生 是在同一桌 林忠生坐在我的旁邊 吳敦麗坐在我的正對面 當時這個新聞局局長 江啟臣接到了一通電話 就走過來 我們這邊跟林忠生秘書長報告 那麼報告的內容是說 法務部有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的內容跟總統下午的記者會的內容 是違背的 那所以請那個林秘書長 跟院長報告 那林秘書長就站起來 走到吳敦麗的旁邊 那麼我在他耳朵裡面 說了一些什麼 我並沒有聽到 那說完了以後 吳敦麗是有點臉色很凝重 那就談到說是林忠生 秘書長跟他談這個 王清風有關於這個 他職務的問題 或是他的一些什麼 死刑議題的爭論的 那當時我就有點好奇說 到底爭論焦點在哪裡 那吳敦麗院長就從他的口袋裡面 掏出了一張傳真的紙張 這張傳真的紙張是 馬英九總統 總統府下午的記者會的一個新聞稿 他的內容是說 怎麼會差這麼多 那他掏給我這一張新聞稿 傳真的新聞稿給我看了以後 他就離開了這個座位 跑到隔壁桌 是馬英九總統正在跟其他幾個 立委在聊天 談政策的時候 那就跟馬英九總統報告兩個人 就站起來走在旁邊 商量了一夥兒 商量一夥兒 那這個時候我們整個會場 其實也不是很大 就三四桌而已嘛 就議論紛紛 那因為所有的部會首長 對這個問題都不敢表示什麼意見 導致現場很多的立委是 好像情緒非常的不愉快 總是覺得說好像王部長 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是有現場是有這麼一個聲音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剛剛講說為什麼差這麼多 昨天在下午三點的時候 馬英九曾經把王清風找進總統府 那時候本來可能以為溝通好了嘛 所以那時候總統府在5點20的時候 有發言人出來講的話 表示什麼要依法行政 就是說你那44個死刑犯 該執行就要執行了 沒想到法務部 欸7點40這個記者會 宣誓的東西跟他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剛才會出現說 啊我對你說天啊怎麼會差這麼多 都還是主動必須要處理這個事啊 對說就我理解的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怎麼會差這麼多 這句話非常的生動 我覺得也去進一步 印證了我所問到的 就是說其實在下午的時候 馬英九找了王清風進去溝通 兩邊的共識在於說就是依法行政 就如果說你要暫停執行死刑的話 絕對要有於法有據的理由才可以 那他還以為這個講完以後呢 王清風就懂了 但沒想到呢 原來回去之後呢 對於依法行政的解釋差這麼多 怎麼說呢 因為後來呢這個很顯然的 法務部次長出來對外召開 這個記者會說明的部分 他解讀的依法行政是說 那既然依法行政 那目前你們看到都是 一般的法律層次 但我看到是更高的憲法層次 所以呢如果我去進行釋憲 那釋憲呢還沒有這個解釋出來之前 代表說呢 所有的此行都必須在釋憲出來的結果前呢 要暫停執行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 所謂的依法行政的解套方法 所以呢他才會對外這樣講 那問題是這一部分 其實馬英九總統 昨天早上在總統府召開相關的幕僚 緊急會上的時候 曾經評估過這一點 他認為視線並沒有辦法 給所謂的依法行政 足夠的轉返理由 所以呢他們才會覺得說 王清風怎麼會聽了依法行政之後 還認為還執意的 想要在這個視線的層次當中 去尋找一個突破點呢 就這點讓他們覺得說 怎麼雙方的認知解讀差這麼多 因為他們認為說可能講完了 其實王清風應該就會之所進退了 但沒想到王清風他為了 要堅持去推行廢除死刑這件事情 他希望能夠在 現行的法令跟憲法層次當中 再去找到一個解決的 這個一個關鍵點 所以這部分我想 對於府方面來說 當然是非常的驚訝 所以在這個 知道這個狀況之後呢 然後大概在10點到11點中間 這個時間點上面 據我了解 府院曾經再打過電話 跟王清風溝通 就是說彼此之間認知顯然的 府方也告訴他說呢 只要我們找過專家 去試著理解你那個視線的部分 認為不可行 所以後來呢 王清風才知道說 哦原來這份你們也已經想到了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走了 所以就是因為差太多啊 所以昨天 7點40分到8點那個記者會 很多觀眾沒有看的時候 覺得說 第一個 法務部長沒有下台 第二個還堅持是要執行啊 那通電話後來就打進總統府 就是剛剛蔡文講的 連行政院院長 臉色都有點蒼白 他說怎麼會差這麼多嘛 所以後來引出了一通電話來了 大概在10點到10點半之間 有高層 打了一通電話給王清風了 說你大概必須要知所進退的 王清風馬上就寫了 時辰 打電話給吳敦利 吳敦利馬上就準了 我常說鄭英雄是前排議員沒有錯 他給我們提供一個 第一手的觀察 在總統府內部 服務院的互動 有沒有記得昨天 在24小時前我們在這邊 哪怕 坦白講我跟王清風女士算有交情了 過去設議或媒體 我都公開說我以好朋友身分 今天也就辭職了 其實形勢非常明顯 但是我提供分析了 你想類似王清風女士這種知識分子 或律師或是志工 他會幫楚濟或幫慰安婦的人 他一定有很堅強的信念 這個信念是一般人比較沒有的 他認為說我可以改變 不然他不會做楚濟 幫助楚濟跟慰安婦 可以改變他民調就差那麼多 沒有 他已經把它當一種信念 甚至信仰了 他是一個體制外的人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華務的 他也不是檢察官出身 他是一個律師 他也不是到法庭 他是人權律師 所以他完全是一個體制外的人 建立馬總統把它放在體制內 避免這個後果 他的兩重身份 他是社運工作者 衝撞抵制 宣揚理念 他主張會出實行 但是政務官 佛部長 現在執行 依法行政衝突了 我認為他知道自己的命運 他昨天只是做最後一搏 在我認為就殉道 我就殉道 把這個用比較好的比例說 就像唐吉哥的 我打風車了 溫系我也打了 在我解讀這樣子 我昨天也提到了 30年前我在加州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同學的 周遭同學 為了墮胎 為了死刑 大家變 這學校在變 激烈變 外面是丟炸彈 有墮胎 墮胎醫師都被炸死 這個活生生立志 我看到了 我說台灣 坦白講 你看昨天很多 當然受害者的情緒更激昂 包括 你看觀眾排山倒海進來 9比1的比例 對死刑存費9比1 九成 幾乎整個民意九成說 死刑不能費 換句話說 這個議題坦白講 連討論空間都沒有 我說在美國是丟炸彈解決 在台灣連碰都不能碰是禁忌 所以我很瞭解 王部長的處境一定這個結果 我昨天就勸他走了 但是即使如此 我要對王部長說 決心做自己就是英雄 遵行內心直接取悅 居宗你該做的 台灣社會要不同的聲音 我贊成這樣子 但是也不要把說 主張免除死就是惡魔下敵 這種說法不對 在一個社會是允許公開討論 一起來討論的 不然很多國家為什麼會主席 一定有他道理 我對會主席沒有立場 就是說我們應該的是 大家有個理性討論空間 今天一定有部長去職的 但這個議題 我覺得我們社會還是要面對 因為一個部長去職 讓大家重新面對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值得的 文嘉 今年奧斯卡這張影片叫什麼 危機倒數 就是在拆炸彈啊 就看起來昨天這通電話 總統府的高層打電話要 王清風指手進退 等於馬英九親自上 上現場拆炸彈喔 馬英九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如果用拆炸彈 對王部長來講比較苛刻一點 我覺得他不是一顆炸彈 就算有他只是一個思維的炸彈 他在台灣社會丟下一顆思想的炸彈 他跟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不一樣 那主持人你講的炸彈 可能是說那種政治的炸彈 但是我的觀察是這樣 如果這件事情 還非得馬總統親自去拆炸彈的話 我們從我們府院黨的決策管理機制來看 王部長是一個不想被管理的人 可是我們的總統偏偏又是一個不會管理的人 這個不想被管理的人 他充滿了太天真的政治性格 這個不會管理的總統 又偏偏他的政治語言是非常的隱晦 講不清澈 依法行政 你是法學博士 你的部長也是法研所的碩士 也是律師 兩個對依法行政那四個字這樣 解讀是這樣聽錯到 我這種外行人聽我也知道依法行政 就是叫你按照現行的法律 該如何就如何 結果我們的部長會聽著說 我來視線化吧 這個問題的嚴重 我覺得就是主持人你講內科炸彈 我們的最高管理者 跟他的中階管理者之間的管理語言 有嚴重的落差 這個問題我覺得總統府要正視 蔡委員剛剛特別提到嘛 連吳敦利都說奇怪 總統府跟王清風之間 潤差怎麼會差這麼多 所以他趕快去找了馬英九啦 所以後來晚上十點半 有一通電話過去了 可是呢 大家知道嗎 王清風曾經是馬英九描繪了說 他眼裡面最美的女人是誰 就是王清風的 為什麼 他長久以來都在做一些很認真 無私的這個事情 包括昨天王清風決定下台 今天開始去收拾東西 王清風堅持都是什麼 他要殺人我還是做不到 我們看他今天下台前的聲音 王清風比過去上班時間晚了三個小時出門 法務部同仁拍手歡迎他 有人紅了眼眶掉眼淚 王清風緊緊和他抱在一起 搶忍淚水最後還是忍不住掉下來 而一直陪同在一旁的法務部政務次長 同時也是檢查總長候選人黃世民 也提出辭辭 有同進退嗎 有啊有同進退啊 你簽上去了 所以已經送了 送上去了送上去了 那有傳說你會接這個代理保護長 等還沒還沒接到派令 還沒接到派令 那你會接送嗎 等上面的決定再說吧 好吧 這次跟我同進退 我可以婚姻賣給他嗎 王清風把花送到黃世民手中 感謝他的力挺 而黃世民婉具代理法務部長 他對王清風的尊重 也表現在一同搭乘公務車的時候 他讓王清風坐在右後方的主位 縱使王清風下車回家之後也一樣 由於情勢逆轉太快 王清風說為了被死刑下台 會成為國際笑柄 下一刻辭乘火速被批准 他依舊堅持原則 不幸的就是 我剛剛把這個小組組起來了 媒體知道了 馬上報導 然後又是一連串的攻擊 我還是要很老實的說 說真的這樣逼我去殺人 真的我沒有可能做得到 所以離開是最好的選擇 你現在特別把雷線找 你跟王清風真的很熟 你們這兩天一直都有密集的電話聯繫 對不對 他還是很堅持啊 你叫他殺人 他真的做不到 可是馬英九沒辦法了 眼中最美的女人 這個危機太大了 必須要拆掉 容許我來說一下 因為我今天來上節目之前 有特別想過這件事情 我要先跟觀眾朋友說 我對死刑真的沒有立場 就像剛剛忠信大哥講的 但是我一直相信 我們這個國家 要有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來的時候 其實我身裡有很大的遺憾 因為大家 包括我很敬重的 許許多多的人 像冰冰姐 像陸爸爸 很多很多人 他們的痛苦跟憤怒 是非常真實的 但是這兩天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久一點 包括我所敬重的媒體人 如果把時間拉久一點 而不要陷入一種 自圓其說的情緒的話 或許我們是不是想想看 我們是不是真正缺席審判了王清風 我們缺席審判了他 他沒有在那個地方 為他所做的事情 有說明的機會 除此以外 我們用這麼大的熱情去辯論 是不是辯論的標的是 應否廢除死刑 而不是說這部長是不是要趕快下台 我們用了非常大的熱情來辯論 王清風是不是要趕快下台 而王清風在這過程中間呢 我今天也去找了很多資料 其實也有很多人認為說 他不太會做官 不知道怎麼樣去推動政策 事實上如果你去看資料的話 王清風他上任之後 他第一個做的是 被害人保護法 就是說他做一個法務部長 他第一個要去保護的 正是冰冰姐今天早上說的良民 是被害人保護法 他推動了被害人保護法以後 因為我們國家 在國際人權公園上 做了這個承諾 所以他就開始去討論 廢除死刑的事情 在今年的二月左右呢 他開始寫了第一個 一行的報告 接著就開始有立委 去跟他討論說這件事情 而且用非常強烈的態度 去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趕快組了 政要去非常有系統的 去討論跟說明的學者 專家團 所以說他並不是完全沒有做事 因為我昨天聽到很多人說 他六百多天以來 沒有做這個事情 突然丟了一個震撼彈 爆炸彈給我們的國家 讓人民來承受這個事 我剛剛已經說過 我對死刑沒有立場 但是王清鋒有沒有被缺席審判 可能有 我們用非常大的熱情 在討論一個部長 是不是應該要立刻下台 但是我們也應該用 同樣的熱情去討論 台灣應該廢除死刑 所以剛才主持人特別說 我有跟他打了兩個電話 這兩個電話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跟王清鋒沒有私交 我們不是吃飯的朋友 我跟他最大的工作的機會 跟共同的工作 就是319真調會 在還沒有正式的真調會之前的 民間真調會 當時我是非常積極在做這個事情 我認識王清鋒 是他很有方法很努力的 在為他所相信的事情 知之不倦的奮鬥 可是我也要同意 剛剛幾位所說的 包括中興大哥講的 王清鋒他不知道 怎麼樣去處理媒體 尤其是這種排山倒海的壓力 各位如果試想看看 他如果是更有經驗的一個人 他幫他自己 要到三天的緩衝時期的話 我們是不是這整個社會 會有更多的聲音來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廢除死刑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今天我不是來幫王清鋒說話話的 我只是希望這個國家 因為了一個部長的去資 有人非常慎重認真的去看 廢除死刑的這個事 包括我剛剛說 我自己本人 原來沒有什麼特別的立場 但我們社會可以用非常非常 非常大的熱情來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別忘了 蘇建河案的兩位被告的辯護律師 三位被告的辯護律師中間 羅秉承他就說過 台灣有70%的人 認為一定要有死刑 因為他們有這種非常大的 堅決的非常強烈的這種性能 可是台灣同時有70%的人 不相信司法的判決 那我們司法在這沒有 大家能夠有公信力的司法判決的情況之下 70%不能夠廢除死刑的人 跟70%不相信司法判決的人 是同樣的需要被討論跟尊重 這是羅秉承律師所講的 請高層黨人來通電話 為什麼呢 他眼中最美人 他昨天必須馬上決定他要下台 裡面還有另外一個人 不是人家通電話跟那個記者會的 包括昨天總統府宴請了 所有國民黨的立法院 裡面是炮聲濃濃 滿久自己都講了 我把資料調出來 還要申請釋憲嗎 三次都是核線的 那立法院到底給了多大的壓力 我們等一下討論 馬上來